2015年,汪东兴老先生在北京因病去世,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的汪东兴,却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说自己当年眼瞎了,让毛主席用错了人,这件事情是他自己一辈子的遗憾,到底是什么样的人,让汪东兴觉得自己眼瞎了,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? 我们一起来走进故事中寻找真相,1958年,当时的江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没有人在职,毛主席身边最信任的人就是汪东兴了,他认为这次让汪东兴去,可以让他学到不少的东西,方便了汪东兴以后自己的发展,思考过后就给汪东兴下了命令,汪东兴接到命令就开始收拾东西,但是身为陪伴毛主席身边多年的人,走之前的汪东兴还是比较担心, 毛主席身边没有人能照顾好毛主席,于是汪东兴在前往江西之前,就召开了一个选拔会,争取为毛主席物色一些有能力的人才,来保护毛主席,就在汪东兴给毛主席挑选保健医生的时候,一位名叫李志隋的医生,出现在汪东兴的视野里面,李志隋是名校毕业,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,还有过战场经历,汪东兴一下子就对此人提起了兴趣,于是就跟李志隋聊了起来, 在跟李志隋聊天的时候发现,李志隋这个人不仅聪明伶俐,医术也是非常的出色,当即汪东兴就向李志隋表示,请他来担任毛主席的保健医生,但是李志隋听到汪东兴的话后表示有些为难,并不是李志隋不愿意去照顾毛主席,而是李志隋的政治背景有一些问题, 汪东兴其实一开始就知道李志隋曾经是国君的一员,于是就跟李志隋说道,我党对于投诚的人员是有优待政策的,只要是对我党真心实意的,我们都不会对他们有偏见,李志隋则说道,我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的大官,我曾经也是特务组织培养出来的, 听到这话,汪东兴顿时思考了起来,这样的背景确实不太合适,但是他的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,并且李志隋自己能说出实话,这一点就能看得出来李志隋人还行,本来保健医生只需要关照,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就行,并且也不止一个医生,不会接触到政治方面的问题,于是汪东兴就上报给了毛主席,毛主席本身就非常信任汪东兴,在汪东兴说出这件事情后, 毛主席没有过多的思考就同意了下来,但是我党内的很多人,还是提出了反对的意见,可是这毕竟是毛主席自己身边的人,最后还是毛主席做主的事情,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的汪东兴,却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愤恨道,自己当年眼瞎了让毛主席用错了人,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?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,这个外表看似聪明诚实的李志隋,背地里竟然是令人作呕的小人,当李志隋来到毛主席的身边后,刚开的是一段时间还是比较安分的,没有任何的动作,并且在照顾毛主席健康中表现还非常的出色, 在一段时间后,李志隋竟然利用毛主席身边人的身份开始了私收贿赂,对于当时节俭正直的,毛主席是非常大的隐患,在毛主席发现这件事情后,就跟汪东兴写了一封信,信里面的内容大致是,东兴啊,你快回来吧,我的身边有老鼠了,回来帮我灭鼠吧,跟随毛主席多年的汪东兴,看见信后就明白毛主席的意思,知道了毛主席身边肯定出现了不好的人,于是汪东兴理解快马, 把家边的赶回毛主席的身边,回来以后毛主席告诉汪东兴事情的原委,汪东兴一听说毛主席身边的老鼠,竟然是自己推荐的李志隋,非常的懊恼,在这件事情对毛主席的影响还没有扩大的时候,立刻就处理了李志隋,但是就在准备处理李志隋的时候,毛主席拦下了汪东兴,毛主席说,年轻人现在毁了一辈子就毁了,并且事情并没有严重起来,毛主席就索性放过了李志隋,并且还用自己的钱, 去补李志隋的收的赃款,如果仅仅是这件事情的话,应该并不能让汪东兴,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愤恨着他,那么这个李志隋,在毛主席原谅他后又做了什么,到底是什么让汪东兴如此愤恨? 在此事件后,李志隋就带着家人前往了国外,本来事情都已经平息,可是就在毛主席去世后,这个小人就不安分了起来,他在国外为了讨好外国人来获取更多的利益,于是在李志隋就写了一本回忆录, 这本回忆录里面全是诋毁毛主席的言辞,并且所有的故事都没评没据,夸张的手法淋漓尽致,书中曾说他李志隋曾多次参加过中央重要会议,立即就有人反驳书中的这个事件, 当时身为毛主席身边的保健医生,并不只有李志隋一个人,并且根本没有一个医生,是可以接触到国家政治的核心机密里的,就连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傅连章都没有资格,更不要提李志隋这个人了,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的汪东兴,却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愤恨道,自己当年眼瞎了让毛主席用错了人,那么这个人究竟做了什么? 李志隋写的书中,很多事情都是在颠倒黑白,讲述的荒唐无比,在这本年书出版以后,就有70多人公开署名,揭露了当时李志隋的阴谋和谎言,汪东兴曾经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,从小就师不果父,这样的生活环境也让汪东兴早年就加入了红军,又在1932年参加了当年的长征,汪东兴经过部队的锻炼,并且经过了很多的严格的军事训练后,学习了各种的战刃, 和战争经验,在每一次的战争中,汪东兴都表现出了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,就因为汪东兴的杰出表现,让汪东兴在1947年被点名成为了毛主席的警卫员,当时刚成为毛主席警卫员的汪东兴还比较紧张,后面接触毛主席后才知道,毛主席平时和认真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,在汪东兴刚成为毛主席警卫员的初期,国民党对延安地区的打击非常严厉,毛主席和中央领导要准备撤离延安, 但是毛主席却亲眼看到敌人后再离开,众人都纷纷劝导毛主席赶紧撤退,经过一轮的劝说后,毛主席直接看向了汪东兴说,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? 汪东兴听到这句话,立即说道,我敢,只要主席您下命令,我就留下来。 这次汪东兴留下来后围当时,中共中央领导人撤离争取了整整12个小时,成功地完成了此次任务。 从此以后汪东兴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兢兢业业地照顾,就这样的一个英雄伟人,对国家有着无数贡献的人,就因为李治随的事情耿耿于怀,到了生命的最后都表示, 不会原谅李治随当年所做之事,自己当年就是眼瞎了,怎么会看上这种人,还推荐给毛主席去任用他,但是汪东兴老先生的忠诚无私,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,我们一定要在困难中坚定自己的想法,努力拼搏。